停職之後由邱晨月來這個代理 好 那看起來這個因為任期 這個一半以上 所以會進行補選 那民進黨呢 沒有 那進行補選的部分 是要先更換不是辭職 就是說一定要經過這個二省的定驗 所以其實這部分應該還是 離補選有一段距離啦 可是我覺得狀況是這樣 你知道這件事情 我還知道說這很奇怪 我要大誇獎一個藍營的政治人物 他叫林根仁 因為你知道林根仁今天的回應 我覺得是所有人我看來最精準 他說什麼呢 他說 天道 倫州 這個 對不起 我的字太難看 所以我其實有點讀不下去 但是他說尊重施法 嚴謹判決 這林根仁說的 林根仁統統很清楚 因為他其實對這件事情 他是最不滿的 對 當時他第一個揭露 然後大家貼標籤說你是綠營徹議 對 他說我是拿國民黨提名 總會是綠營徹議 然後結果演變到今天 你看 民眾黨的立委 林國成還在講 這個是綠營的政治鬥爭 對不對 那殊不知林根仁說 對不起 這個是我藍營的政治鬥爭 你把說是綠營的政治鬥爭 我很不滿 這個有版權費用 所以我就說 林根仁是頭腦很清楚 一定對這件事情很不開心 但現在應該開心了 就大家總算還他一個公道 但我覺得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民眾黨 先講民進黨之前 先講民眾黨 好 民眾黨到底要幹嘛現在 因為他一定是很亂 非常亂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呢 柯文哲說 高雄一定不會有罪 因為他是理工女 理工女不會 那你怎麼辦呢 理工女做事一定合法 柯文哲在小草眼中是神 神可以犯錯嗎 神不能犯錯 對不對 所以你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你說 沒有 高雄就是清白 我挺他挺到底 第二個 就是像現在一樣 完全沉默 不出聲 讓大家忽略跟忘記你的存在 好 可是事實上是什麼 這一次的判決書現在沒出來 可我覺得可以預期這判決書 會寫得非常清楚 我跟大家說 5月22號其實就已經終結這個辯論 也就是說 法官針對這次的判決 足足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好好去思考 這判決書要怎麼處理 5月到7月底 過去兩天台風槍 又多思考了兩天 所以搞不好本來已經 已經寫完了 最後又補了幾個句子 我不知道 我開玩笑 我的意思是說這一次法官 是非常謹慎在處理這個案子 我覺得為什麼呢 就是預防 今天有藍 今天有白 說你是政治鬥爭 政治犯罪 政治的鬥爭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判決書 大家可以來期待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 所以我剛說民進黨 民眾黨 是第一個 立場會非常非常複雜的一個部分 不知道怎麼回應 對 第二個就是國民黨 當時盧秀人是怎麼來挺高雄安的 對 手牽手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盧秀燕 被颱風逼迫回臺灣 面對 本來想說逍遙在外 不用回應這件事情 在美國 所以中國原來是要閃這一通 閃不掉 哈哈哈哈 你知道超好笑 有一個還跟我說 你看沒有問題啊 他去美國還是會被迫回應啊 為什麼 因為很多駐地記者 在什麼西雅圖 然後我覺得我看了他行程 是什麼 Seattle Tacoma Copernico 都說10萬人以下的鎮 你過中 台灣有什麼駐地記者去賭榜他 高雄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高雄 不 不是 盧秀燕本來想說搞不好是躲過了 結果殊不知被颱風拉回來 背貨要面對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朱宜倫也會被問到 朱宜倫當時也是說 相信他的清白啊 他現在怎麼辦 所以這個所有的立場 高雄安 我覺得 我覺得為什麼他很差勁是這樣 他今天宣布說 他辭這個民眾黨嘛 對 就是說我要保護民眾黨 我不要讓這件事情去影響到民眾黨的理由 但你有沒有想想 新竹市政府 為什麼你不是去持新竹市政府的市長 你知道嗎 如果你的思維是我要保護人 我不要波及到其他人 我要讓我這件事情 我自己來負責就好了 應該持市長 對 那你去持市長就好了 你去持民眾黨黨 民眾黨黨員 民眾黨是所有力挺你的 其實新竹市民現在才是 我就比較尷尬的 有泰污犯市長的 所以理論上是反過來的 我民眾黨 我記得捍衛 因為所有人都是同溫層嘛 一起力挺你啊 但新竹市你要辭掉啊 然後你再重新補選一次 那大家才能推出優秀人選 所以我最後提民進黨的部分 我覺得民進黨不會 在這個階段現在進一步去思考 這個補選的人選 比你還有一點時間 但我相信是這樣 如果最終 無論是透過罷免 無論是透過二審定宴 無論是透過他辭職 真的走到補選這一關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會非常謹慎的 推出最優秀的人選 因為這一場戰爭是贏得了